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今天我們繼續為大家帶來 印度神童阿南德的最新語言 感謝大家的觀看 當現年14歲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2019年8月份 用古老的印度尖聲術 準確預言了今次波及全球的 中共肺炎瘟疫發生的時間 地點和結束 大家都知道2020年是個庚子年 也是多災多難之年 當大家都已經目睹了瘟疫 地震 洪水 雪災 黃災 無以計數的災難都已經降臨地球 這個時候 關於預言的警示 你是選擇信還是不信呢 阿南德在2019年8月份發表 從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 對世界構成的巨大危險的一段影片 阿南德在這段影片當中表示 全球各地在這段期間 將會有大規模流行的疾病 整個世界面對嚴重的危機 儘管他沒有直接提到病毒 但是他明確指出 中國會受到嚴重影響 阿南德還說 賦予國家在經濟上會受到重創 這個為將來可能發生的經濟衰退 留下令人不安的復筆 關於阿南德這個賦予國家經濟上 會受到重創的預言 我們將會在後面的節目 為大家做出詳細的解讀 敬請大家留意 2020年的4月份 阿南德又發表題為 2020至2021年世界的未來的一段影片 再度依據尖聲術對未來做出預言 他澄清說 他在先前的預言當中 並沒有說中共病毒疫情 會在5月29日結束 這個是社交媒體的解讀 他其實是說 疫情會在5月29日稍微緩和 但只會持續兩天的時間 他不認為在6月底之前 會有好消息出現 而疫情的真正消退 要等到7月才會發生 阿南德的第一次預言 和中共肺炎的時間軸完全吻合 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呢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 阿南德的第二次預言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4月份的這個影片當中 阿南德還預言了 今年12月20日起 有更大的災難在等待 而且這場未來的大災難 將會持續到2021年3月21日 而且嚴重程度將會 遠遠超過今次的中共病毒 結合尖聲術 阿南德指出 12月20日這一日 穆星和土星會完全相合 這樣意味著 第二次疫情將會嚴重得多 而在2021年2月10日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大的天象變化 六星連珠之上 這個天象將會造成 整個全球經濟的崩盤 全球經濟崩盤聽起來 還沒那麼恐怖 是不是呢 但是阿南德還預言 可能會有更多病毒出現 與此同時 他也提到了超級細菌現身的可能性 阿南德警示說 人們不知道病毒是誰做的 但是很可能是上天在燒減人類的罪業 阿南德的預言 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而且很多預言都說 我們將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毀滅性災難 想一想 阿南德所說的更大的災難的日期 是從2020年12月20日到2021年3月31日 而他所指的超級細菌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呢 但是我想肯定比現在的疫情要恐怖得多 阿南德在7月12日又發表了最新的預言 表示雖然近期中印之間的衝突不會進一步升級 但是年底的時候包括大規模戰爭 瘟疫或者經濟崩壞等大災難會降臨 他告誡人們在做好準備的同時 還要一同保護在災難中受衝擊最大的弱勢族群 在阿南德2020年5月份發布的影片當中 阿南德認為前一段時間爆發的中印邊境衝突已經止息 衝突不會進一步升級 而且看似疫情也在這段時間開始有好轉跡象 我說事情會好起來 並不意味著說大家可以狂歡聚會了 這個情況實際上是逐步減少、逐步恢復 任何一個傷害了人類幾個月的事情 都不會在幾分鐘之內消失的 我認為直到12月才有戰爭 如果在12月期間或者之後發生任何事情 我不認為這樣會只局限於印度和中國 或者只是和印度和中國有關 根據我的看法這個是全球性的事情 阿南德強調說 由於年底的時候 木星和土星將會進入同一星座 這樣預視著會有更大的災難爆發 請記住我下面說的話 從2020年12月20日開始 實際上是2020年11月20日 從木星進入摩蝶座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現更危險的事情 阿南德表示 古代尖聲書清楚地記載著 當木星和土星進入同一個星座的時候 12月21日 兩顆行星會最接近 看上去相距只有六角分 會發生一件事 可能是霍亂、飢荒、死亡、瘟疫等 在這個期間有很多可能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還說自己曾經兩次被YouTube刪除了預言 影片沒有問題 我只是陳述事實 這就是即將發生的事情 我再次重申 在這個期間可能發生任何事情 可能是戰爭 也可能是經濟崩潰 也可能是一次重大災難 也可能是和千百萬人民健康相關的災難 這就是可能發生的事情的重點 再往前 從12月20日直到3月份 特別是2月份要小心 很多行星走在一起 對於這個即將來臨的大劫難 阿南德呼籲人們要更多關注和幫助 在疫情期間最受衝擊的弱勢 我們所有人必須全力以赴 以幫助處於經濟低端的窮人 我們需要幫助他們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伸手援助 他們正在很努力地求生存 因此每個人都來支持他們 這樣我們才能修復整個國家的經濟 此外 他還呼籲各國人民靜下心來 不要受到政府和媒體的操控 要和平理性地對待彼此 我們都是人類的一份子 因此我們需要彼此保持同情心 同時還要對上帝創造的其他生物 保持同情心 這麼具體的災難時間都被阿南德預言了 而你就在其中 如果到時真的發生了 大家上有腦下有少 你怎麼辦呢? 你說你不信 不信沒有關係 萬一啊 我是說萬一 萬一發生是不是後悔都來不及呢? 劉伯溫在推悲圖中有一句 牛頭鼠尾殺下災 招病冒死神秘愛 預視著2020暑年末 到2021牛年初 瘟疫可能會好得人害怕 這個說法也對應了印度神童 阿南德最近的新語言 當然 信神的印度神童 阿南德也指出 人類自我拯救之路 以天象必然 燒人類共業 足內心覺醒 這樣和劉伯溫在語言當中 勸人向善才能度過劫難 可謂異曲同工之妙啊 事實上 關於這場大瘟疫 我們還了解到 除了印度神童 阿南德和劉伯溫之外 歷史上還有很多語言 都已經提前警示世人 劉伯溫悲記一再警醒世人 所謂天道無親 唯德是父 只有對於天地的敬畏 善良的德行 才是真正的避禍之道 善在悲記當中出現了幾次 行善之人得一見 世上有人行大善 除非善乃能保存 在劉伯溫悲記的劫尾 劉伯溫用拆字的方式 好像謎一樣告訴人們 度過大劫難的法寶是真善忍三個字 這樣如何才能夠躲過 古今宗外語言當中的大瘟疫大劫難呢? 馬前課語言說過給我們知道 如何才能夠躲過古今宗外語言中的大劫難 就是誰得到了這個能夠拯救人類於危難中的真正法寶 這個法寶其實就是劉伯溫語言的三字真經 只要得到這三字真經就能夠平安度過大劫難 進入人類新紀元 人人喜笑顏開 進入美好未來 有多少人會去思考 會去相信這些語言呢? 南亞海嘯當中 多少生命在最後一刻 還在享受著陽光 海灘和甜蜜的夢鄉 有了提前的語言警示 其實災難也許不可怕 神只看人心 所以禍福也許就在人的一念之間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些語言當中得到啟示 能夠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 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 做出符合天意 善人善己的選擇 平安度過即將來臨的劫難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這一期有關印度神 和阿南德的語言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一期節目 將會為大家奉上精彩語言 感謝你的點贊、訂閱、分享